這時候我們一起坐一個祈禱 這是你的話語 這是我們大家都很耳熟能長的一個故事 或者是我們從小在主日學也好 在其他的長合學校裏面都聽過這個故事 但我們究竟明不明白這個故事的深度 或者對今天我們的啟示或者挑戰 我們求求你幫助我們在短短以下的這個時間 讓我們重新用一個完全不同的暫身的角度去看 這一段這麼熟悉的經文 幫助我們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祈禱在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 《聖經》是一本非常奇妙的書 它既然有66本書組成 但其實又是一本書 而在這一本書裡面其實它有一個中心 那個中心是天國 天國君王 耶穌基督的來臨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舊約裡面有39本書 新約裡面有27本 有沒有想過39和27本書 其實最後都是指向整本書的中心 上帝天國的來臨 如果你真的要去明白 彈以理書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彈以理書在整本聖經66本裡面的定位 如果你就這樣看 你看到彈以理書是在 《舊約聖經》裡面的 《大先知》裡面的其中一本 如果你要認識彈以理書究竟是寫什麼的時候 你需要大概知道以色列人的歷史 我們很快地去看一看以色列人的歷史 以色列人的歷史可以由阿巴拉罕開始 接著有以撒、雅各、約聖 你記得在約聖的時候他們去了埃及 但是上帝沒有留他們去埃及 上帝沒有留他們去埃及 上帝並要認許他們的地不在埃及 於是通過摩西帶他們去埃及 摩西沒有進入了這埃及之地 而是將銄交給約書 約書 帶領以色列眾人進入了認許之地 在認許之地他們開始這個史詩記的時代 我不知道你对史诗记有没有一些印象 史诗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你记得史诗记里面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 叫做哪时以色列国中没有和 各人任意而行 这个是当时的时代 也是因为各人都是任意而行 所以以色列人不断的呼唤 他们需要有一个均和 一个均和可以带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心去敬畏上帝 去纯服上帝 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均王是素罗 完全不是一个好的均王 第二个均王是他们期待已久 或者我们觉得是整个以色列人民族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均王是大卫王 但大卫王是不是完美 不是 因为大卫王在别士巴 在乌尼亚那件事上 做了 如果你回去看 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是《echo of史诗记》 就是说大卫其实都是中了史诗记当时的毒 他仍然 尽管他是一个好的均王 但是他仍然做了以色列人 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不是他们在等那个均王 大卫把他的国位 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 所罗门本来应该是一个和平之君 是一个荣耀的主 但是所罗门 我们知道你读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爱邦的女子 而跟着这些爱邦的女子去拜爱邦的神明 所以去到所罗门的结束的时候 以色列人完全陷入一个罪恶偶像的时代 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 因为以色列人的拜偶像 上帝将他的国一分为二 有南国和北国 北国是以色列国 而南国只有犹太 就是犹大国 本来两个国家都应该吸取教训 应该专心是主 但竟然这两个国家 无论北国南国 都结果继续去拜他们的偶像 于是上帝 用了两个国家 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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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个北国南国都灭了 一个在公元前721年 德国沦陷 接着在公元586年 在南国沦陷 在南国沦陷的前后 他们有三次秘鲁 秘鲁去巴比鲁 第一次是公元前605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 圣经学者相信 但以理就在那一年 秘鲁去巴比鲁 是但以理书故事的开始 但上帝没有让他们 永远停留在巴比伦秘鲁的情况 上帝通过耶利维书 有预言70年之后 他们会回去 于是大概70年之后 他们真的开始回归 回归的路程里面 也都有三次 第一次是公元前538年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圣经学者相信 纯公元前538年 就是弹以理出《施智坑》那一年 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弹以理书的时候 你必须要记得这两个日子 弹以理书就是一个 在秘鲁等待回归的一本书 但我想你再想深一点 它不是讲一个国家秘鲁回归的问题 为什么意识利人结果是秘鲁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人的强大 不是因为政治的错误 应该不是代表 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软弱 而是完全因为罪的缘故 所以整本弹以理书是秘鲁等待回归 是以色列人在最终等待上帝天国的来临 而当天国来临的时候 上帝说有一件事一定要发生的 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 就是罪一定要得到赦免 你要这样看弹以理书 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和你主要学读的一个故事是完全不同 所以弹以理书是一本什么的书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问的问题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但是如果有人从今天开始 问你弹以理书是什么书 你跟他说它是一本ebook 那这个ebook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ebook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excel的书 一个关于秘鲁的书 你不可以忘记秘鲁 如果你忘记秘鲁 你读不到弹以理书 第二个e代表什么呢 ex for extraordinary 它是一本超过平常的一本书 中文更好 它是一本奇书 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两个角度 来带你去看弹以理书 或者弹以理书里面 去看施子坑的故事 其实我可以引出来四个不同的角度 我想你用四个角度 带你去看施子坑里面的拯救 那四个角度是旗书 旗人 旗思 旗幻 extraordinary book extraordinary man 除了弹以理之外还有他三个朋友 extraordinary events 最后extraordinary visions 最后extraordinary visions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施子坑的故事其实是摆在一本奇书的当中 这是弹以理书的架架构 弹以理书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本书籍 它应用两个不同的语言来写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 当你用写作体材来分弹以理的时候 刚刚好像在中间 一至六是一个体材 七至十二是另一个体材 一至六的体材是罪事的文体 它写的是宫廷的斗争 court conflict 所以一至六 我们通常最熟悉的是一至六 因为一至六是可以拍戏的 是吧 但是一去到后半部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因为后半部是启示的文体 是讲到末后的语言 所以弹以理书是很有趣的 因为如果你去看我们基督教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说弹以理是一个大先知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大先知 因为他后面的六章是启示的文体 是讲到末后的语言 但是如果你去看以色列人 是如何编排弹以理的时候 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 弹以理不是先知书 是其他的作品 其他作品 因为弹以理不是先知 他是公务员 当你这样去看弹以理书的时候 你发觉你问你自己 施志坑在哪里 施志坑是第一部分 最是文体的高峰 高潮 但是如果你再留心 你看看原来施志坑的故事 是刚好连接回弹以理书的第一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的 第一个故事是说到他很年轻的时候 入到宫殿里面 接着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最后 整个罪事文体里面 最后的总结的高峰 是在施志坑 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主邮学的时候 我们今个星期就教弹以理入宫殿 下个星期就教弹以理入施志坑 他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奇人的一生 但以理书不是想他说的奇书当中 highlight了这个奇人 这个奇人对上帝的忠诚 不是单单一个episode 两个episode 三个episode 不是单单他年轻的时候 而是他年老的时候 是他人生的顶空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人生 我听过很多人说 又说曾几何时 我年轻的时候都果然过 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异象 我们的异象是你历常加历 到你最后那几年 是你人生的高峰 是你熟灵的高峰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最年长的弟兄姊妹 应该是我们当中 最有力的熟灵领袖 但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不是 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在一本奇书里面 它突显了弹以理的奇人 我们没有了很多时间 说这个奇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 move on 除了你用它的文体来分弹以理书的时候 第二个分法 第二个分法是用写作的语言 原来弹以理书是很有趣的 它前面后面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 但是中间是用亚兰文写的 但我不说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说亚兰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 好像现在是英文 于是就想很多其他人都知道 以色列人有多威风等等 不理 但我想你看看 诗子坑的故事现在是亚兰文的部分里面 其中一个 但它这次就不是最后的 不是最后的顶峰 如果你再去看亚兰文这部分 其实它是呈现一个很特别的架构 叫做ABCCBA 圣经是很多这些 前后呼应或者叫做线形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会发现 诗子坑又不是独立的 诗子坑其实是echo着另外一个故事 你和我都极之熟悉的故事 是烈火瑶的故事 两个都是B和B'的故事 有两件歧视 在达伊利书里面 它highlight了两件歧视 甚至我可以这样说 我叫做歧视商行客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 是我们必须一起去看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其实圣片学者告诉我们 这两个故事 直情是妈公仔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去看它的故事情节的时候 这两个故事根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故意要这样写的 两个故事开始都有一个禁令 有人违法 有人被控告 被阴在一些地方 结果出来都是无损 接着有人降止承认上帝是相传 这两个故事 是妈生兄弟 好 你再问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故事 你说这两个故事真的是歧视 如果今天在香港发生 一定都写下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可能是达尔尼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其他其事 不过他就是选择这两个呢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 这个是最终的问题 答案就是因为这两个歧视 都跟Excel有关 都跟秘鲁回归有关 是真的可以的 不过我们不熟悉 不熟悉 不熟悉 所以我们不熟悉 我现在想告诉你 甚至为什么烈火瑶和Excel 和秘鲁回归有关 以策阿书第四十八章 第十节 看啊 我熟悉你 却不像熟悉人之 你在苦难的火炉中 我试炼 我简算你 二十节 你们要从哪里出来 巴比伦出来 从加勒底人中逃脱 以欢呼的声音宣告 将这事传阳到地极雪耀和话 救熟了他的伏仁雅各 你看到吗 苦难的火炉 Furnace Furnace是什么 是巴比伦 所以 其实整个秘鲁 都回归是一个说 苦难 即从火炉里面被拯救出来的故事 而在弹尔尼书里面 有一个小火炉 这个小火炉的拯救是 其实被当时 即是被那个original audience 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要知道 上帝说 如果我们忠心耿耿 好像但以你三个朋友 有一天 他也都会将我们 从巴比伦的火炉里面 拯救出来 于是 这件事是会发生的 上帝不单止拯救他们 从一个小火炉里面 他必然 拯救他们 从一个大火炉里面 原来的火炉 和秘鲁回归有关系 那狮子坑呢 一样道理 狮子坑一样 都是和秘鲁回归有关系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 第十七节 以色列士打散的阳士 被狮子赶散 被狮子赶散 首先狮子是谁 阿淑王将他们吞灭 抹后是巴比伦王尼布格尼萨 折断他的骨头 看到吗 谁是狮子 是巴比伦 是亚淑 继续 十八节耶利米书五十章 看下我懲罰巴比伦和他的地 我必领以色列回自己的草场得以爆足 在哪日 你寻找以色列的罪业 一无所有 寻找犹大的罪恶 也无所得 因为我所留下的 我必赦免这时 我说得 我想你看到这个预言中 有两件事发生的 第一件事发生 就是上帝必然会惩罚巴比伦 惩罚巴比伦之后 还有另外一件事会发生的 就是上帝必领以色列人回到他的草场 请问你猜猜草场在哪里 猜猜草场在哪里 看不看得到 而在他们回归的那班人 如果在忠心到底 上帝将他们带回归的时候 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上帝会解决他们的罪的问题 我们读弹以理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弹以理在施子坑的故事里面 他是下了令之后 他继续去祈祷 因为想过他祈祷什么 有没有想过弹以理书 在弹以理被落令之后 他回去 他上面很公开地站起来 我们一般来说 以为他每天做灵修 还没有这样的 他一样继续做灵修 他不是做灵修 你要知道 正学者告诉他 弹以理很有可能 是耶利米的孩子 就是说 当他还未被老 他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但以理是听耶利米说到长大的 但以理记得耶利米和他说过的东西 我听我做牧师这么久 如果我有个但以理 我短十年命都会 有个人被老 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 他还记得你曾经所说过的东西 他说过什么 说过预言 有一天 巴比伦会被上帝惩罚 有一天 被惩罚之后 上帝会带以色列人回草场 你知不知道 但以理当时在骑着什么 我猜他在骑着回归 不是香港回归 是以色列人会回归 为什么 因为 当你看到 施子坑的故事的时候 巴比伦已经是倒了 他是在波斯王的底下 去施子坑 当巴比伦国忙的时候 但以理知道 接哈利的剧集 下一个转对点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要回归 所以于是他每天 他金色 他要期待回归 但以来说 回归就是上帝国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而当上帝国的来临的时候 上帝会为他们解决罪的问题 这个是他一生的祈祷 他不是在做民修 他是熟读他的圣经 他记得他的牧师 曾经跟他讲过的预言 当他看到预言发生的时候 他不断祈求天国的来临 甚至他不会想他自己的死会 所以这两个歧视相向跑 其实是盼望相向跑 是给当时的人一个鼓励 就是上帝必然回来 上帝必然拯救以色列人 上帝必然将他们从秘鲁带出来 秘鲁带出来还不是那个终点 秘鲁带出来之后 上帝的国要临在 上帝要为他们解决罪的问题 他的罪要被得射免 这个是旦以利的时代 旦以利和他的朋友 旦以利和其他忠心耿耿等待天国来临所祈求的东西 罪得射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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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但以利的时代 这件事还未发生 要等到五百年之后 五百年之后 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大家都很熟悉的 马利亚章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做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女救出来 如果你没有看过旧样 你不明白他在说的是什么 你以为他讲的一只字都懂 你都跟他讲 你跟我也有罪 于是你需要有个救主帮我们救出来 我们可以跟他讲 我们可以讲个四律 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马太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在讲一个更大的事情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他在讲但以利等到死都在等待的事情 就是有个君王要来 上帝国他要临在 而这个君王会为我们解决罪恶的问题 这个君王不像大卫 这个君王是大卫之子 但是他超越大卫 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称呼出来 这个君王如何将我们从罪恶里面称呼出来 How 我只要带你回去看歧视双胞胎 歧视双胞胎 请问我先告诉你 如果你看但以利书整本书 你会发觉这两个故事是马太 不过 如果你看的范围不单止是但以利书 如果你OIA不只是但以利书 如果你OIA整本圣经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狮子坑的故事有另外一个上帽 另一个故事跟狮子坑的样子是完全一样的 是什么故事 竟然是主日苏比多的寿仔复活 但不是我讲的 正经学者讲的 为什么呢 一样道理 你看回他整个脉络 你看回他整个故事 这两个故事完全是孖公仔 但以利书 为什么被冤枉是因为他超乎了他的同步 耶稣为什么被冤枉是因为他超乎了那些法力裁人 两个人都是无过 人家要去找他们的把柄 然后告他们为判断者 然后也有人想把他们释放 而他们两个都信靠神 两个都被丢在坑中 有石头封闭着坑中 但两个都是早晨出来 两个都出坑 得到拳命 分别在哪里 但以利义真的没事 梁松 要死而不 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读圣经就不只是看故事 比如这幅画 那你看到什么 有一只鹿 你看到多少只鹿 这只小鹿 你也看到盲的 但后面还有一只 在圣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看我们眼前的故事 我们看不到故事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故事 上帝不是要我们看淡以来 上帝不是要我们看前面 那只鹿 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故事 而所有小的故事 都是指向那个更伟大的故事 他要生一个儿子 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就是God save 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如何 通过他的十字架 上帝将我们 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其书其人 其事 最后奇幻 当我们去看淡以来书 一至十二章的时候 你发觉里面很多异象 很多vision 第一章是整本书的罪恶 是介绍上帝的子民 秘鲁 花秘鲁 一到第二章 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异象 当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或者大家都在争论什么 有一个金头 就是鲁鲁的身 然后有一个鲤鲤 然后有鲤鲤 然后有鲤鲤 然后上面有天上 有一块石头 把石头押下来 将它全部倒下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明白这些异象 但是很简单 其实我们拿到一个中心点就可以 中心点是什么 列国庆福 神国来临的异象 有一天 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 我甚至我们形容了 Apple会过去 Microsoft会过去 Google会过去 Facebook会过去 Instagram会过去 一切都要过去 这些所有公司都很年轻的 难到很久的 这一切都要过去 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过去 现在要传到永远 上帝国 整本书在问你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你要为什么活 只有一样东西 值得生存的 就是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如果你看到第二章 我们是这样的 后面七至十二章 其实又是一大堆异象 OK 有诚学家告诉我们 第一章 第二章是一个大异象 而后面是装住了四个小异象 但是这四个小异象 基本上是把第一个大异象 是放大了 magnified了 那当然 如果你去看大尔尼书的 研究历史 你会发现有些人 是瘋了 即是他很喜欢 讲末世 然后逐一只 那只兽是抖水 抖水 抖水 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 我也觉得 我又不懂 我对动物有敏感 不行的 但是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中心思想不是叫你追着电视 追着报纸 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实现 什么在实现 中心思想是很简单的 就是列国庆福神国来临的异象 是这么简单的 现在继续看了 在这个列国庆福神国来临的异象 三文字里面 它包了些什么 列火遥 事件下 我将它归纳为 迫白中的中心见证 行不行 你看不看到 它整个structure 是在做什么 在这个时代 在当时的时代 上帝国临来的时候 你要在迫白当中做见证 如果你去看丹丐里的中心思想 别人说你是 coming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天国的来临 另外一个structure 就是当天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件事 就是the conflicts of two kingdoms 两个国度的冲突 而在两个国度冲突的当中 有四件事情会发生的 第一上帝的子民会为他作见证 第二在他们作见证当中 有人信有人不信 不信的人被审判 信的人被拯救 而在他们见证当中 他们会遭受迫白 这个是弹丐里的书 如果你去画一些公仔 你想想这些plot的时候 他会说这四件事情 好了 我现在再跟你说 这四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preview 因为真正的天国来临 就不在于弹丽里的时代 是耶稣基督来的时代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活在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的当中 上帝国已经来 但还未来 already and not yet 当中 你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四件事情 the conflict of two kingdom 见证、审判、拯救、逼迫 这四件事情 基本上是启示录的四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说 启示录是弹丽里书的新约版本 我想继续带你看这个构图 A、B、C、C、B、A A、上帝天国来临的异象 最后A'也是 中间讲了他的迫伯的见证 你看到中间是讲的 还有C很有趣 C是讲的什么呢 尼布格尼莎被审判的异象 如果你有空回去看第四章 第五章是讲奥曼的白沙山 他被审判的异象 如果你排一排 你开始看到 他是在做什么呢 是一个三文字 就是你出去买七十一的三文字 是不是? 两件而已 而每一件有一个中心 而前后也有另外一个面包夹着 两个都是异象 你看到所有异象 仿佛告诉我们 这些人 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 为什么会有能力 有power 有勇气 去见证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些异象 是那些异象 是empower了他们 是加油站 是加油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但以利是一个怎么样的年轻 当然我们通常会想象 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公务员 他当然很勤奋上进 他当然每天熟读那些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都做了 有没有想过 但以利其实是一个完全 脱离这个世界 一点都不到地的年轻 我太太以前有一个表弟 他说他表弟小时候 你和他聊天 他是当他武道的 但你一问他一样东西 他的comic book 那些漫画世界 他突然间扎醒了 然后不断跟你说 他说他们的大人很害怕他 因为他觉得 你和他讲现实生活的东西 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但你一和他讲 comic book里面的X-Man那些 他觉得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他大过了 他现在就帮人写经 很开心的 就是投入在那个世界里面 有没有想过 但以利是一个这样的弟弟 他完全不贴地 他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他将自己的思想完全浸淫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包括他以前牧师和他讲过的东西 天国的内隆 这东西给他great power 在他当时做一个荣耀的剑兵 大概一年前 香港很流行 大家做Pokemon 一年前的人拿着手机 在撞人 他跟着Pokemon 其实是两个reality的overlapping 他的人在哪里 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他跟着的方向 是他手机里面的世界 有没有想过 Being a Christian 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生 完全是浸淫于上帝的话语当中 而这个是我们上帝派我们去adventure的地方 我担心的事情 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想太多地上的事情 我担心的完全是the opposite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也都不思想天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见证是无力的 我们的见证完全是compromise了 我们以为自己很了得 以为自己很熟悉这个世界 以为什么 其实我们不忘记了一个更伟大的天国 这个天国必来临 要在这个时代做弹以理 我们需要 我们在天国的世界里面 好像保罗那样 保罗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其实一点都不独特 因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 他人的脑袋里面就是装两个东西 耶稣的第一次来临 和耶稣的第二次来临 神经病 All he knows 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他 于是他一人为众人死 众人都死了 他现在活着 不再为自己 为他受世保活的基督徒 他在想的就是 当一日主再来的时候 我 会有公义的背面 一个Christian life 是一个什么life 我们有时候说 Christian life 是Christ-centered life 以基督为中心的 通常可以画个圆形中间有一点 有没有想过Christian life 其实可以是一个ellipse 一个椭圆形 ellipse和circle的分别 是ellipse有两个boker 一个是主要基督第一次来临 一个是基督第二次来临 你把这两条线 连上一条线 扯行去画画 这是Christian life 我们的人生所有的焦点有两条线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第一次再来 第二次他必再回来 我不知道你人生的动力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梦想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nightmare是什么 圣经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梦想应该是当主YESOP 回来的东西 他说good and be able to serve 而我们最大的nightmare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不说那句话给我听 我没有其他东西 只是我们追求 只是那句good and be able to serve that's all I want 当你活在这个异象里面 你就有能力 在这个时代里面 做一个活一个超延的人生 所以我超喜欢看Superhero 就是我的世道全部看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一个超级英雄 想和你分享一个最后J.K. Chesterton的一句说话 Chesterton曾经有这样的说话 他说 There are two basic longing in every human heart Two basic longing in every human heart 哪两个东西 Security and adventure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两个向往 生命要有保障 接着要超凡的人生 是吧 所以我们就去打工 是吧 不想上班都要上班 因为我们要生命保障 但我们看电影 当然是去看出超级英雄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有一个超凡人生 是不是 你没理由 如果我播一套电影是讲一个政府官员 都没有scandal 你不会进去看 坐两个钟台去看 有什么好看 好闷的嘛 我们要去看超凡的人生 因为我们心里面向往那种adventure 武侠小说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又怕 于是我们选择security 就是每个星期两个钟去听一下 J.K. Chesterton最后的punch line 他说 Only in Christianity can bold people 他说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需要为民间有类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已经帮你搞定了 上帝说 你只需要追求他的国 他的义 一切都帮你搞定了 你信不信呢 你很dependent 你的困难 你的困难是adventure 你的困难是adventure 但你需要 你需要相信圣经 你需要相信 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说话 你要相信天国是真实的 Google不是 Apple不是 你需要相信 这件事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 Here is your choice 你可以选择做Kent Clark 你可以选择做Superman What is your choice 你需要一个变身的地方 在主要圣基督的福音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超然的生命 但以理书叫我们做什么 通过一本奇书奇人奇事奇坏 挑战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做但以理和他朋友的奇人 追求天国 Nothing else 我们天真不讲 我们的祈祷 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通过一个这样的反省 去思想 你圣经给我们的美好 这一切是真的 真实的 这一切是不会蜕变的真理 主要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见 这一切都要过去 唯有你的国永不过去 让我们不单止阅读你的圣经 更是相信你的圣经 让我们好像 但如你的一般 好像保来一般 活在真实的当中 至于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可能去安静 但愿这些这样的思绪 成为我们 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 甚至明日 后日 甚至整个 我们复活节里面的思想 成为我们一生的思想 让我们越来越 像我那位亲戚一样 活在漫画的世界里面 帮助我们 追求你的国 你的意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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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